刚才我们在说尾巴发生了这个冲突战争了 结果呢 蔡英文赖清德都有说法 看到这个蔡英文 她说呢 仅代表台湾人和政府 向所有在哈马斯袭及以色列事件中 受伤或失去亲人的人 和以色列平民 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而赖清德也说 民进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 希望这场战事能迅速的结束 那么能保护无辜的人 希望在恩乌战争之后 也在中东纷乱之际 台海能够往和平的方向发展 但是呢 当然都说要和平 也都表达了诉求 可是事实上我刚刚在说 这样子的一个回应说法 是不是真的是比较中立的 还是说真的是比较像是亲美 或者是亲以色列的立场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 那么倒是被问到说 尾巴冲突 那么这次有给国防部带来一些启示 因为呢 首先是情报战 情报战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以色列其实呢 没有在掌握先机 掌握情报 美国也是如此 所以呢就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之低 第二点呢就是 有关于飞弹跟火箭 这个饱和攻击啊 一起来的话 邱国正说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能够招架的 那如果真的是面对到我们也被飞弹火箭 饱和攻击的话怎么办呢 那么邱国正就说国防部能做的就是调整部署 将面与距离加大 调整战术位置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调整战略部署 来请教敬平 先讲邱国正部长啊 他是这个陆军司令出身的哦 号称两匹将军啊 虽然这个很在乎头皮跟草皮 不过他讲的是实话 那你看看邱国正他第一个提到情报战 连这一次尾巴冲突 全球号称能够跟美国CIA中央情报局 跟英国军情六处五处MI6 MI5 可以比肩的一个情报龙头单位摩萨德 以色列几乎都显得好像慌了手脚 杂乱无章 完全没有任何情之显示 更何况以我们现在两岸的这个情报 现在你如果说要我们这个军情局 或者是我们的国安局 有能力派大陆鸡干人员 我就说深入大陆 就是所谓以前这个 不管是戒严时期 或是现在民进党的看法 就是去中反中抗中的 中国是一个敌对国家 是一个匪区的话 那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情报网 你怎么去建立情报网络 连之前军情局里面 跟这个国安局相关的单位 不是还有国防部的电展室 联手制造假情资 还被我们台湾的检调单位 直接带调查局进去军情局 搜索军情局的办公室 大动作带走三名军方 涉及情资的人员 三个军方的情报军官 其中一个女生 是军情局里面 然后直接就起诉他们 制造假情资 然后骗举工作经费 这就是我们情报网络 所以我说邱国政部长 我要鼓励你加加油 我们的军情局如果是这种素质 不是以前那种过去 之前我在跑新闻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本这个情报杂记 以前退休了军情局人员 一个庞信的上校 后来这个还被国安局查封那本书 里面披露了很多过去几十年来 这个从国府时期到李登辉时代的 一连串的我们的这个情报计划 那个才叫真的做情报 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我跑新闻的时候 还曾经在这个中南半岛 东南亚的在越南跟中国的边境 还真的被诱补 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情报是真的 这个深入这个险境冒险犯难 那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 如果情报拿不掌握不齐全的话 你如何去做这样一个抗敌 一旦邱国政说的发生了饱和攻击 你像以巴冲突的这种 是用火箭弹去攻击以色列 那如果像对岸不是只有火箭弹 对岸是飞弹 弹道飞弹 它的威力是胜过这个火箭弹 几十倍几百倍 它的爆炸范围 不会只有半进这一公尺两公尺 可能是整栋大楼 就像现在以色列 狂轰猛炸加萨走廊地区 那整栋大楼不是就 就整个倒了 它那个飞弹的威力就是这样 火箭弹容获可能会在 你这个马路上街上炸出一个窟窿 但是飞弹会让你整栋大楼碰 你就像看俄乌战场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也是一样啊 乌克兰很多的这个大楼 几乎都变成断岩残壁 所以国人要有心理准备 假如面临两岸战争 两岸开战了 台湾的整 因为台湾两 这个两千三百万人住的地方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以色列 以色列其实也是两万多平方公里 比台湾还小一点 那加萨走廊是三百六十三平方公里 这样子跟台湾 相比并论的让一个地理面积大小的话 台湾地下人愁 飞弹这样子饱和攻击 你要说爱国者或天公 或是我们的各种防空飞弹 都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邱国正说的是实话 所以如果我们抱持着说 我们要备战 当然备战是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去避战 想说我们备战 我们有武器 美国撑腰 美国有多少人要挺我们 美国的民意也六成 说要支持美军来打我们 可是美军值得起 这样一个重大的牺牲吗 因为开战初级 就是在台湾的周遭海空域 以色列有能力封锁加萨走廊的断水 断电断粮 然后断绝他一切的外援 那老共如果开战 他当然不至于断台湾的水电 可是如果飞弹打过来 我们的这个变电站 你看我们之前无预警停电 或者是哪里的溃线跳脱 我们一停电 大家都吓得要命了 那如果飞弹攻击 不小心打到变电站的话 那时候我们这个也是全台湾 哪些地方一片漆黑 一片漆黑的话 是不是也是陷入这种兵荒马乱的氛围 所以我说 如果你现在看看俄乌战事这两年 然后再看看以巴冲突 最近这一个礼拜 你就知道说战争是真的非常的残酷 跟可怕的 炮弹不会分 而且说来就来 对炮弹不会分 你是什么时间 或者是你准备好了没 或是在哪里 哪一个地方台北我打 然后这个桃园或是高雄我不打 不可能 说来就来 说发生就发生 然后重点是 我看到以色列最近动员了 36万的后备军人 然后他们赶快这个回去 勇于这个抗敌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国情不同 刚刚看到汉廷还有这个上志哥 讲到那个我们这些民调 还有七成的年轻人 根本不想打仗 我真的担心 一旦真的我们发生这种状况 我们会有没有办法 虽然国防部说 我们有能力也有在这个几个小时 或者是一两天之内 动员后备军人 但是重点是 有能力的有钱人 还有民进党的那些权贵 或者是这些年轻人 会不会真的跑得跑 或者是在国外根本就不想回来 跟以色列完全截然不同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